可能有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留言 很大壓力 但只要你把這些負面的事情看得不太重要 人家那樣影響不到你 人家看又影響不到你 為何要把這些事情放得那麼大 你只要縮小又發覺這個經驗 你又得到學習的機會 又會開心 反而會更加上參加 我絕對是胸口 胸口絕對不是走光 其實今天是搭配了一件打底衣服 配色彩繽紛的 其實也預意著一件事 你知道港姐要大方得體 那大方有得體 我覺得除了自己要大方一點 別怕墜底 有機會就要嘗試 也呼籲女生身邊的男朋友也要大方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男生覺得 如果那個女朋友去選 被人看虧了 其實不一定的 例如我的拍檔 碰影的男朋友 他們入行之前都在一起 他亦不介意去選 選了之後 現在亦很好 讓大家看看 你女朋友這麼棒 我當時拍拖 當時的男朋友 都很支持我去參選 一位青菜 選擇 是 任何人 打 硬